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字 事业中落 七里子散 家破人亡 心灰意冷的钱小豪决定找个地方了结性命 而阴森破旧的马家屯公寓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踏进空置许久的1024号房后 钱小豪打开行李箱掏出了全部家当 泛黄的老照片以及标志性的戏服 他站在椅子上听着儿子的录音 曾经的美好画面一点点的浮现在眼前 香烟燃尽 凳子腿猛然断裂 自挂东南枝的钱小豪在垂死挣扎之际 竟然看见白布中凭空现出鬼影 刹那间钻入了他的体内 两颗荔枝眼随即翻出 钱小豪不受控制的做起了高空瑜伽 就在男人被折腾得直不起腰时 一个长袍道人破门而入 飞刀割绳逼出鬼魅 救下了命悬一线的钱小豪 闻讯赶来的街坊邻居皆是惊魂未定 只有标书一人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撕立涛生的钱小豪正对着合照追忆往昔 忽然听见门外传来异响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顿在走廊里偷吃鸡品 她朝屋内撇了一眼 便惊恐万分地念叨 这屋子肯定发生过什么事 邻居没移的话 佐证了男人的猜想 1024这数字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啊 那间屋子空了很久哎 还是尽早搬家的好 鬼魅邪碎 钱小豪低头不语 只津津有味地吃着手里这碗糯米饭 而这碗糯米饭正是出自长袍道人之手 令人唏嘘的是 随着火葬推行 僵尸灭绝 这位十八代单传的毛山道士 如今被迫转行餐饮业 将这想要驱鬼的原材料制作成了美味佳肴 每天炒上上千碗的糯米饭 只想养活他这条小命 老顾客们都称其为千条道长 千条道长哪里知道 此时的马甲屯公寓里正发生着一起诡异的事故 在楼梯间倒垃圾的金爷 撇进角落有个男孩气不成声 他正想上前查看 却脚底一滑 摔下了楼梯 搏梗 当场断裂 而家中的老伴梅宜似乎有心灵感应一般 梦见了回家的金爷浑身冰冷 嘴里还念念有词 没事 我过几天就回来 等我 话音刚落 梅宜从梦中惊醒 得知老伴去世后 他哪里坐得住 火急火燎地照上了标书 此人专修写法 有几死回生之术 听闻金爷的死讯后 标书信誓旦旦地表示 新鲜一帖 先不要扔啊 裹上泥土 盖两天 放入香山木棺中 涂上乌鸦血 配合八卦 抑或烤出石油 再戴上金钱面罩 不出七日 金爷保证能活蹦乱跳 话虽如此 可这道邪门法术做完 就连标说自己也是体力不支 抽搐倒地 猛吸了口黑坛子里的神秘烟灰 才回过神来 同一时间 钱小豪又在家门口撞见了偷吃弃品的那个女人 以及他的儿子小白 男人正要询问 一股阴风袭来 四个魁梧的阴兵缓缓走过 吓得三人紧贴墙壁 大气都不敢出 这马家屯公寓 当真是什么离奇古怪的事都有啊 钱小豪来不及感慨 便跟着那对母子拐进了配店间 恰好撞见了管理员老李 这才从老李口中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疯女人名叫洪姐 她经常在1024门口徘徊 因为她曾经就住在那里 洪姐之所以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和她那个衣冠禽兽的丈夫阿伟脱不了关系 多年前 为人师长的阿伟企图在家中强暴一对双胞胎女学生 不堪受辱的姐妹俩对着阿伟连同88刀后上吊自尽 因怨气冲天 此后两人化为厉鬼 这才有了后面纠缠前小豪的那一幕 而下班回家的洪姐看到屋中惨案后 精神完全崩溃 有家不敢回 只能带着儿子小白狗活在配电视中 看着这对可怜的孤儿寡母 前小豪联想到自己的境遇 动了侧隐之心 他找上了千条道长 想说服男人 说服双生恶灵 却不了男人正在家中宴请阿飘 还若无其事地笑道 人家都在这里住了几百年了 将来我挂了还不是要留在这儿 不如先搞好关系 看千条道长的态度就知道 他向来主张人与阿飘的和谐共处 果不其然 得知了小豪的请求后 男人指着墙上的罗羹摇了摇头 那东西上面呢 沾满了我老祖宗的鲜血 收服脏东西管用得很 但我一次都没有用过 干我们这一行 哪个有好下场啊 我也劝你少管闲事了 软磨硬炮不起作用 小豪无功而返 可他刚打开家门 便被人狗血淋头 标书自暗处窜出 眼睛手快地绑住小豪 贴上符纸 毫无疑问 他想借用男人的肉体 引出双生阿飘 可没想到 被姐妹俩同时附体的 前小豪战斗力爆表 赤单力薄的标书 被摁在地上狠狠摩擦 千军一发之际 觉察到异样的千条道长 赶来帮忙 法道联手 费了九牛二胡之力 才将阿飘们困在衣橱之中 没等标书开口道谢 千条道长一个巴掌护了上去 用活人召唤收鬼 你可真是个阴险小人 听到这话 标书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谄媚一笑 这双生阿飘 作恶多时 早些除掉也是好事 待我超度完毕 连鬼带鬼一起烧了 标书这话说的不假 1024经过那场清戏 是焕然一新 没了阿飘的骚扰 红姐和小白终于踏进了房门 前小豪柔情似水地 看着这对母子俩 那画面像极了幸福的一家三口 然而这平静日子没过几天 千条道长便发现了不对劲 马家屯切放邻居的衣服上 有种难以言语的单衣药味 巧的是 这些衣服都经过 擅长缝补的梅姨之手 千条道长这才意识到 梅姨和金爷这对老夫妻 似乎许久没有露过面了 紧接着 巡逻时 老李在楼梯间 看见了满地鲜血 以及亲爷那颗标志性的大金牙 红姐还声称自己亲眼目睹了一名男子 将金爷杀害 那男人身后跟着许多孩子 这马家屯公寓 除了小白 哪来的孩子 对于红姐的风化 千条道长是不信的 但老李却接到公寓住户的投诉 说夜半三更时 经常听到标叔家中有孩子的吵闹声 案例询问的老李这一上门 恰好撞见梅姨与标叔窃窃私语 原来悉心照顾多日 金爷没有半点起死回生的迹象 倒是梅姨跟死人朝夕相处 搞得是面无血色 面对梅姨的保怨 标叔耐着性子解释道 这乌鸦血不比童子血 见效虽慢 但胜在便宜大碗 你且耐心等着 切记不可摘下面罩啊 两个人这话音刚落 老李刚好走进门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有意丢下了几颗糖果 竟真的引出了暗中躲藏的小鬼 如此看来 难道标叔就是杀害金爷的凶手 老李掏出大金牙 正要与男人对质 可误以为回魂之势败露 美姨果断抄起应物 砸死了老李 与此同时 担心出事的千条道长 派小白去梅姨家中查探 倚心盼着金爷归来的梅姨 已然丧心病狂 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 只有三个大字 童子血 比乌鸦血 见效快 单纯的小白就这样被女人推入了黑暗的深渊 鲜活的人血味 让了沉睡已久的怪物 渐渐苏醒 金钱面罩下 遮盖的血盆大口 终于露出了真容 伴随着那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千条道长家中那件血迹斑斑的罗羹 缓缓启动 像是在无声宣告 来活了 等千条道长全身赶到梅姨家中 屋里已经是一片狼藉 满地污秽 让男人险些滑倒 关键时刻 一只血手捂住了他的口鼻 一团黑影从男人身后跳过 没错 今夜此刻 已然是一具僵尸 待黑影离去后 身负重伤的彪叔 板脸自豪地说道 怎样 我练出来的 男人临死前的这番话 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彪叔身患肺癌 时日无朵 通过养小鬼 借阴补养 只可惜 背水车心难以为继 这才打起了双生阿飘的主意 这双生阿飘 威力巨大 需要人体作为容器 才能够收服他们 于是 年迈的金爷 就成了戒时还魂续命的 最佳人选 小鬼勾引金爷坠楼 再趁机哄骗梅姨 帮忙练尸 千算万算 没算到 新奇的梅姨 坏了规矩 私自摘下了 镇压斜碎的面罩 酿成大祸 赢得僵尸出世 一波为凭 一波又起 发现儿子失踪后 同且 误入了标树的黑屋 听到衣桌里 传来一响 一无所知的女人 果断砸开柜门 结果放出了那对 阿飘姐妹花 远铃 伺机而动 僵尸 四处游荡 千条道杖 打算用罗羹 设下法阵 降服僵尸 并吩咐 钱小豪 带着红姐撤离 起了 在走廊里 瞥见了小白的鬼魂 同时爱子的红姐 抄起了四十米长的 狼牙棒 并要找僵尸寻仇 好在钱小豪及时赶到 用糯米 困住了僵尸 可双生阿飘 却趁机 钻入了僵尸体内 两股邪恶势力 合二为一 四十米长的钢管 洞穿了男人的身体 让钱小豪 奄奄一息 僵尸学会了太空漫步 传统倒数 已经招架不住 千条道掌 给钱小豪 加上了buff 双管七下 誓要将其收服 用自己的心血 开启法器 水木土金火 轮番上阵 结界之内 也随之翻天覆地 有了属性加持的钱小豪 虽然能与僵尸抗衡 但结界维持不了多久 必须速战速决 可掩盖千条道掌的手臂 随着罗羹旋转 即将短裂 另一边的战斗 仍然是难分难解 血液渗入金字 太阳随机出现 千条道掌 眼一臂 心一横 用红绳扯住了 大豆的二人 旋即跳下深渊 法阵的火树 应声开启 落地成河的僵尸和双生阿飘 瞬间化为灰烬 而再次目睹老伴丧命 百感焦急的梅姨 选择了殉情 老头子 我们可以 安心走了 而不远处的千条道掌 看到眼前这一幕 叹了最后一口气 失血过多的钱小豪 显然也命不久矣 故事到这儿 并没有结束 透过男人的瞳孔 时间回到了钱小豪 刚来公寓的那天 街坊邻居 在各自忙碌的生活 而这个落魄的中年男人 在踏进1024号房间后 用一根绳子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这回 没有僵尸厉鬼 没有毛山道士 前一百分钟里发生的故事 只是热爱僵尸片的演员 宾死前的幻想 影片的最后 钱小豪的儿子 来认领尸体 那张死者名片卡 出现在画面之中 仿佛在无声的训告 僵尸时代的落幕 过去的那些辉煌 都是黄粮一梦 僵尸这部片子 可以说是写给 香港僵尸电影的 一封情书 他好在哪里 无需侠叔多说 看完此片 在心里徘徊不去的 不是恐惧和害怕 而是一种难以言语的失落感 有对英叔的怀念 也有对僵尸片 没落的惋惜 莫斗红绳 金犹在 不见当年 林正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侠叔 每天一个好故事 下期视频 更精彩 更刺激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